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请坐 请看大臣无量寿经纪第264面 第五号 围处无逆毁谤正法 第十八月 顺念必顺 最后两句就是 围处无逆毁谤正法 这是最后两句 换句话说 无逆 跟毁谤正法的人 不能我生 这是经文上非常肯定的告诉我们 我们看花年老的主题 什么叫无逆 无逆毁谤正法的人 无逆毁谤正法的人 佛在华言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的相 我们通常讲的理呢 就是讲的德 自性里面 有这个德能 这是理 自性里面本具的有智慧 我们知道 自性 是不生不灭的 永恒不灭 一切众生 皆有自性 不但是有情众生 我们将动物 植物也有自性 矿物也有自性 佛在教学 为了我们了解方便起见 佛把这个自性分作两个 在有情的称佛信 无情的众生称法信 其实法信跟佛信是一个信 那佛 佛信特别着重在智慧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 这个有情是特别着重在智慧 无情众生 就着重在得相 这种在得相 那现在 科学家为我们证明出来了 就是连一个基本例子 量子 科学家所讲的量子 小光子 都居足了 无因 就是色受相形式 色受物质 在这个行为镜里面看到了 看到它是一个有体积的东西 这个小光子里面呢 除了有色之外 它有受相形式 换一句话说 它会看 它会听 它懂得我们的意思 我们以爱心对它 它也感到很快乐 它的反应非常美 我们以厌恶的心对它 它也会很烦恼 它表现的那个相机很丑陋 所以 整个宇宙 是有集体 这个 福获佛经上所说的 就如同 鲜熟过世的 妄精还原观上所说 那是华严经的精华了 最精彩的部分 如中这么形成的 自信变现的 华严经上所说的 唯心所形 唯实所变 在心 叫见闻觉知 在实呢 叫受相形式 心是真心 实是妄心 妄心从哪里来的 从真心变现出来的 真心不动 如果你有一念妄动 从真心就变出一个妄心 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变出妄心 这个妄心 这个妄心在佛学里的叫做阿赖耶 阿赖耶里面就不叫见闻觉知了 就叫受相形式 所以 自信里头永恒不变 不生不灭 迷了他就变 迷了是识变 心没有变 这个一定要知道 怎么晓得心没变 经文学知没变 世尊在论言会上 讲得很清楚 波斯尼王年岁最大 渐渐大了 老了 感觉到老了之后 一定要死啊 得有了恐怖的心 向释迦牟尼佛请教 波斯尼王跟释迦牟尼佛同年 波斯尼王那一年是62岁 我们学的释迦牟尼佛也是62岁 跟他讲这个事情 他是你身体 这是虚妄的 这不是真的 他会变 有生老病死 你这个里头还有个不变的东西 那不变的东西 他就不随你身老病死 凡是会变的 随着你有身老病死 不会变的 他就不会随着你身老病死 那不变的是什么呢 他就讲自信 自信在哪里呢 在言言叫贱信 不是言实 言实是迷了之后就变成言实 不迷的时候他叫贱信 在耳叫闻信 在彼时身叫贱信 在义呢叫知信 见闻觉知 这是信德了 见闻觉知里面 不但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连起心动念都没有 但是 如果有感 他会有印 你像这个 像华言所说的 妙觉味的 究竟圆满的福苦 他不住在 十报图里头 住佛如来的十报状元图 是哪些人住呢 华言经 出诸菩萨 到当局 住暴徒 那个暴徒 是新鲜的 他们有识 为什么呢 住暴徒的人 都已经转八十成四字了 也就是说 新鲜没有识变 因此 他那个世界 叫一真法界 寿命很长 你看 从 出诸到等局 这四十一个位词 都在那个地方 断这个 无识无名的习气 他在那里 是等着无名习气 完全断了 他就究竟圆满了 那就叫妙旧了 妙旧就回长级光了 长级光是自信 圆满的回归自信 长级光不是精神 也不是物质 我们今天讲的说 自然现象 这个精神现象 物质现象 他统统都没有 他连自然现象也没有 所以这是我们 六根 六识都接触不到 什么东西能接触到他呢 能够了解 六根的根性 这是佛讲的 见闻觉知 你就能接到他 回归到 见闻觉知 是什么人呢 法身菩萨了 我们现在知道了 元初著的菩萨 把七心动念 放下了 就是根本无名破了 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 这个佛是真佛 不是假佛 假佛是说 是法界里面的佛 是法界里有佛法界 那不是真的 为什么不是真的 他还是用八识 也就是说 他用的是妄性 他用的不是真性 跟我们一样 我们也是用八识 用八识五识一心错 四圆法界里面 身闻云觉菩萨 佛还是用八识五识一心错 他们用的真 我们用的拼 用的血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这四个阶层的人 完全是依照佛菩萨的教会 没有错用 所以他很像佛 这个 这个 是法界里面佛 是相似佛 真相 金山讲的这个戒律 他全做到了 金山讲的这个道理的时候 他完全也表现出来了 不但他懂 他都能用在生活上 完全用在生活上 用在修学上 用在自行 划刀上 我们凡夫 不会感到 那是相似 寄佛 我们都会把它当正佛 看待 凡夫是在讲 把阿罗汉都当正佛 看待 唱阿罗汉都成为活佛 心好啊 行为好啊 他的心就像佛 行为也像佛 可是佛法里 那真的还是讲境界 你还有分别 还有起心动念 这不行啊 佛 决定没有起心动念 就发生菩萨 六根 解除六成境界 不起心 不动念 不起心 不动念 他用什么呢 就是跟踪之心 楠阴静 他讲的 他看东西 是用 近信件 他听 是用文信文 他用的是六根根信 不是六十啊 所以 另一人传到中国 一直到明朝 一般人 遇到古大德的注解 古大德的注解 以长水为代表 宗天台的指观 也就是 依照天台指观 来修 楠阴经上所说的 摄摩他三摩三摩三摩地 这个这个 陈定 陈奥 讲的 修的是 修这个东西 这楠阴经修行 宗旨 教官大师 他老人家提出 一个新的看法 论言会上 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 事业时 用根 那我们用天台指观 是错误的 用天台指观 还是用的是 还是用的八十 没有转过来 这个见解 正确吗 我们在 焦光大师 楠阴经注解 他的注解名称叫 正末 楠阴正末 前面的虚文 我们看到了 这是虚文 是他自己写的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注解 他把这个元旗 在虚文里头 在虚文里头 写出来了 他念佛 求生西方 净土 寿命到了 阿弥陀佛 来接引他了 他也非常欢喜 他跟阿弥陀佛说 他说他还有一桩事情 没做完成 什么事情 楠阴经 传到中国来 一般注解上 都是有了误会 不是佛的 真的意思 这佛教我们 谁是用梗 也就是 佛教我们 用见闻就知 不要我们 用受相信事 所以他想的时候 给楠阴经 做个注解 向阿弥陀佛 请假 注解 住完之后 再去 再到基罗世界去 阿弥陀佛就同意了 就走了 我相信 他这些话 不是骗人的 所以楠阴经 到这个明朝 以后呢 这个 这个解释 楠阴经 那两派了 新派的 就是宗 这么 主张 谁是用根 旧派呢 就是用 宗 常水 用天才之观 来解释 这个楠阴经 就有这两派了 于是我们就晓得 觉悟了 是真的觉悟 禅宗里面讲 大车大悟 用自信里面的 智慧的相 啊 灭了之后呢 灭了之后呢 阿列耶做主 啊 那就 古宝就在世法界 世法界的千变万化了 啊 那就是 新手大师 还原观山墙的 出身无尽 是江世法界的 出身无尽啊 那一阵法界呢 一阵法界也是出身无尽 性质不一样 世法界里面 出身无尽 是从分别执着 变现出来的 啊 就人的妄想念头 没有至今啊 念念不一样啊 那出身无尽啊 啊 在世暴徒 就是我们讲一阵法界 在长济光 也是出身无尽 那是信的 自然流露 啊 这是什么 这就是感 是法界的众生有感 自信自然有因 所以他是活的 他不是死的 啊 所以曾经有人问过我 他回到长济光去 那不什么都没有了吗 是的 什么都没有了 啊 不但物质现象没有了 精神现象没有 自然现象也没有了 啊 可是他是活的 啊 所以一切众生 也有感 这个一切众生里面 包括植物 包括矿物 那他还是众生 啊 众生的定义 是众原活活而生起的现象 所有现象 全是众原活活而生 啊 没有众原活活 那个现象怎么会生得起来 啊 所以这个众生呢 包括 动物 植物 矿物 自然现象 啊 统统叫众生 这种众生 范围可大了 啊 这离就是信德 啊 在中国 古神仙仙发现了 啊 信德的核心是什么呢 给诸位说就是个孝子 父子有亲啊 亲爱啊 你看每一个宗教里头核心的理念 都是爱 啊 佛华讲慈悲 慈悲就是爱 啊 佛为什么不说慈悲呢 因为世间人慈悲里头都有情在里头 情是烦恼 慈悲里头没有情 有智慧在里头 啊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 佛家的慈悲是一样 理智的慈悲 世间人的慈悲是感情的慈悲 那这就很分别了 感情的就叫爱 啊 佛是佛法里头给他这样 这样分开 啊 理智的呢 就叫慈悲 啊 所以慈悲就是理性的爱 啊 他不是以感情做主 这是梗啊 佛家讲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啊 这是佛教啊 啊 你看伊斯兰教 古兰经里头 啊 每一段重要的经文前面一定有 真主 真主安那 确实是慈悲 那 仁慈的 这人是仁慈的 你讲得很好啊 真主确实是仁慈的 啊 你看世界上 你看世界上拥有信徒最多的 基督教跟天主教 他们同用的经典是新旧右 啊 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 神爱是人 上帝爱是人 父子有亲 那个亲爱啊 这是信的了 自信里头本有的 而且是万德万行的根本 中国自古以来 圣贤教育 就是从这个地方发明的 所以中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啊 亲爱的教育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这个亲爱里头 如果是 不加杂烦恼 就是佛菩萨的慈悲 不加杂烦恼 妄想分别之处 这是法身菩萨的 究竟的佛果 啊 夹杂烦恼 妄想 就是七心动力 没有分别之处 这是菩萨 啊 如果说是 其心动力 分别执着通通具足 那这就是六道万福 啊 我们从这就能看出来 中国古人所讲的德木 完全是自信 都是从自信留出来的 根 就是亲爱 那我能从这个地方建立的 从父子有亲 然后才有夫妇有别 君臣有义 长有有序 朋友有信 信德了 违背信德 这叫逆 是大逆不道啊 你违背了根本的信 中国从根本性的 延伸出来的 无常 无常 人亦离智信 啊 这人亦离智信呢 都是性的 再延伸出来的 思维 巴德 古生先先 就把他讲圆满了 啊 思维 理义 廉耻 巴德 笑体忠心 仁爱和平 啊 中国 千万年来的老祖宗 世世代代相传 传什么 就传这些 啊 古诗和梅文字 啊 在中国 文字的开始 最早的 应该是 复习是 花八卦 那从这个地方来说呢 那到今年 到现在的时候 有五千年的历史啊 复习之前 没文字 但是我们相信 复习之前 我们的老祖宗 啊 至少我们也能够 推到一万年之前 的老祖宗 有智慧 啊 这一些信德的 纲领 就传下来了 啊 夫子说的好 他一生 恕而不作 幸而好苦 啊 你说这个四科 这么简单 我相信 穿个十万年 都不会穿错 它不复杂嘛 啊 老祖宗 要求我们 要统统做到啊 要刻在脑子里面呢 那就是圣心 就是佛性 表现在我们的 言语 动作上 这是神仙 这是菩萨了 啊 佛智 佛智 佛德 佛行 学问的 大根 大本 德行的 大根 大本 没错 你今天不要了 不学了 不学问题出来了 社会乱了 地球坏了 啊 为什么我们 这个这个 这个造作 无逆食物 地球就变坏了 那你就晓得 整个宇宙 跟我们是一体 我们的念头不善 外面的感应 也就不善了 尽随心转 那我们如何 把三难化解呢 端正心念 三难就化解了 大臣经里 都说得好 这个宇宙啊 一切 为心造 这个心造 什么 就是念头 一切 发 从心下身 发 不立心 心 不立法 这个法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现象 自然现象也好 精神现象也好 物质现象也好 都是从念头 变现出来的 现在量子力学家 肯定了 念不能不善 念不能不回归自信 佛陆 佛陀教导众生 敬业三福 是总纲领 总原则 在佛家成为 大总持法门 佛陆 佛说得非常好 这三条 是三世祝福 敬业正音 你看这句话说的 多么肯定 三世祝福 是讲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凡夫修成佛 要从这里擦根 这是佛法的大根 大本 佛在世善业道里面 说得很清楚 这个世善 不但是成佛的根本 他讲 人天法 乃至 声闻菩提 人觉菩提 这乃至是在这里说的 乃至 无上菩提 都是以这个为根本 那如果 时善要是 出了问题了 你后面就全都出了问题了 你没有一样能成佑 啊 就像盖房子一样 这大地基 你地基没有认真 没有做好的话 你盖房子 盖的越高越危险 肯定出问题 啊 啊 经义三福里面 你看第一福里头 就把世善讲到了 啊 投一句 孝养父母 奉思思长 雌心不傻 修饰善业 这第一条 不重要啊 第一条没有 那就没有第二条 啊 第二条是从第一条的基础里 都生出来的 啊 第二条是什么呢 受持三规 居足 冻戒 不犯威夷 现在这个第二条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没有看到 想象自己也没做到 什么原因呢 第一条没做好 那第三条更不用想了 第三条是菩萨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读诵大臣 劝尽心者 这个三条 是三世诸佛 今夜真影的 究竟 圆满的信德了 所以 这是礼 那我们今天的造出 罪 其 密 与礼 这叫 无礼 啊 是为 感 无间地狱 苦国之 不阴 你看 这个无礼罪 国伯伤 是无间地狱 啊 顾 有名 无间夜 这是地狱的 极重的罪 我们 能不在意吗 学佛 如果把这个问题 疏忽了 我们能成就吗 这一段文里头 后面 引用的 由古来祖师大德 说过 啊 佛说这两句话 因为 这个罪 比什么都重 佛不能不说 提醒大家 真正造作的 还能不能往生呢 回过就能往生 你造极重罪业 你真正忏悔 真正回头是岸 行 这讲得通啊 啊 你念头转变了 那我明白这个道理 今天地球上灾难这么多 甚至于走向世界末日了 我们能不能就 只要我们真正回过 真的回头 中国古人所说的 浪子回头 经不换了 效果就出现了 地球上灾难就没有了 问题在 你肯不肯回头 回头不但救自己 救你家人 救了这个国家民族 也救了全世界 真正回头的人 他有真正表现 那就是 放下一切不让 这要真做到 什么是不善的 佛家这个标准 讲得很简单 杀身 是不是 偷盗 是不是 邪行 是不是 妄语 是不是 脸 食 是不是 其余 是不是 握口 是不是 贪嗔痴 是不是 那么 这一放下了 就是十三业了 不杀神 不偷盗 不邪 也 十五业上 加一个不 把它否定掉 就是善了 真回头 这些年来 我们劝大家一起 来学地质规 修看音频 有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我们要学外道的东西 这个心 不善 这个言语 不善 为什么呢 你没把它搞清楚 你就称之作外道 所以这些学佛的人 对佛法 懂得 不多 他根本不懂 什么叫外道 佛经上讲的外道 这个意思 我们要知道 心外求乏 那叫外道 那我们是不是心外求乏呢 还是心外求乏 我们自己就是外道 你错了 那那怎样才是不 不是外道呢 大臣教里面 你要肯定 承认 变伐界 虚空界 万事万无 跟我是一体 那就没有外了 跟我是一体 如是道 跟我是一家 我很具体的 跟他说 弟子归感应品 都是佛经啊 他感到很压抑 我说为什么呢 你看看 今夜三福第一句不说 校养父母 奉仕四当 校养父母 奉仕四当 怎么做法 弟子归就是做法 佛经上 这两句话是 刚 刚灵 弟子归是 西木 他是一还是二 没有弟子归 这两句话 就落空了 所以 如是道是一家 雌性不杀 我们落实在感应片 道家的感应片 雌性不杀 是讲因果 这个无逆里头 特别是重视因果 无逆罪都是杀害罪 大臣经里都把杀神摆在地上 极重的罪业 就是杀神 杀神的广义 包括的时候 伤害 极其轻微的伤害 都不可以 你还能做严重的吗 末后一句 修饰善业 所以我说第一句 第一条 这个四句 孝阳父母 奉死四掌 雌性不杀 修饰善业 就是如生道的三个梗 我们没有违背 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乃至于 这个世界上 所有一切的 这些大的宗教 他们的今天 佛家讲的根本界 几乎通通都有 我们编了一个小册子 世界宗教是一家 诸位翻开来看看 你都看到 没有一个宗教 不讲 不讲 校养父母 没有一个宗教 不讲 奉死四掌 这个雌性不杀 修饰善业 这个四项的时候 每一个宗教里都有 啊 佛家将无切 不杀 不道 不淫 不妄语 啊 这所有宗教都有 啊 不淫酒 有一些宗教里都没有 啊 啥道淫妄 全有啊 啊 所以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不能不认真去学习 啊 消除 对立的 这种念头 啊 自信里头 没有对立 自信里头 没有矛盾 自信里面 没有冲突 啊 我们平常这些悉性 都是违背了 性理 啊 违背了自信 违背自信 就是造物 随身自信 就是修善啊 啊 全在日常生活 齐心动念之处啊 真正觉悟 解脱了 永远脱离流道轮回 脱离舍法界 啊 脱离了烦恼吸气 如果是迷二不绝 触不聊六道轮回 这里就还有一个虚幻的现象 云云相报 没完没了 真找麻烦啊 你杀了他 他要报仇啊 他的怨恨没消掉啊 你夺了他的 名利 他要讨回 杀人长命 欠债还钱 世世代代 到麻烦 这一桩事情 在最近 这半个世纪 西方人呢 这个很慎行的 催眠 啊 在催眠书里面 他回到过去时 啊 回到再过去时 把过去身中的那些恩怨呢 都说出来了 才晓得 现在这个人际关系里头 为什么这样这么多麻烦 啊 原因都找出来了 催眠在西方证明 又轮回 又应过报应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不是催眠人啊 编造出来的 他编不出这故事来 啊 我们在这个世间 跟我们认识的 跟我们有往来的 有关系的 无论这个关系 是下 是不下 啊 通通都跟 前生 前世 有关系 啊 没有关系 这一生当中 不认识 啊 就在一起 同一个车 同一条船 都不认识 都不讲话的 啊 你遇到一个人 陌生人 给你点个头 或者瞪你一眼 前世都有因 如果没有因呢 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 啊 那是个因缘 很拨 可能一生当中 就碰到一次 这缘分很厚的呢 就变成一家人了 那变成你亲戚朋友了 啊 佛告诉我们 人与人的缘分 四种缘 报恩 报怨 讨债还债 啊 大神经里面 佛对这些事情 讲的很多 帮助我们就 啊 在人生 在这一生当中 啊 要把过去深度的缘 不管是善缘 悟缘 都要把它划解开 啊 啊 记住 不跟任何人 交无缘 啊 皆善缘 不求报 啊 否则他来生 还来报恩 到你家来 啊 别人欠我的 原谅他 不要了 我欠别人的 应当要 尽心心力的 要还他 啊 把这个语言 了了 啊 要跟佛 接运 特别要跟 阿弥陀佛 接运 啊 这个语言 对我们是 决定有利益的 啊 阿弥陀佛 帮助我们一生 证得 究竟圆满的 佛国 啊 这个是 其他法门里头 没有的 我们不能 不知道啊 啊 所以这一句里面 含语就非常 非常之深了 啊 你看到 吴逆 敢 吴坚 地狱苦苦 啊 所以叫吴坚 也 二是 世王 问吴逆 这是佛经上说的 也有 吴逆罪 若 足信子 足信女 为此 我们不就罪的 逼入地狱 不宜 那这真的不是假的 啊 你造这个罪业 他罪业是你自己 业报 显出来的 与阴禄王不相关呢 与上帝也不相关 与佛菩萨更不相关 确实 自作自首啊 啊 民国初年 张太炎之寺 他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我初学佛的时候 认识他老人家的女婿 啊 他说他这个老幼障的故事 他讲给我们听 啊 朱金舟老先生 啊 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二十六岁 朱老先生 六十九岁 啊 他大我三十九岁 啊 他告诉我 这他的老幼障 啊 有一年 他遇到一桩不奇怪的事情 每一天晚上 有两个小鬼 啊 抬了个轿子 拿了一张琴帖 上面写的是他的名字 啊 就请他上轿 他看看这个琴帖 东右大帝发给他的 啊 他乘坐这个轿子 感觉到这个轿子不是在抬着走 好像在空中飞行一样的 啊 不多一会到了 见到东右大帝了 东右大帝请他帮忙 他的判官呢 是出差还是怎么样 这个这个不能逝世 就是不能上班 请他帮个忙 啊 时间也不是太长 好像是一个多月 啊 请他就代理 啊 判官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工作 这判官是什么地位呢 相当我们现在所说 人所说的秘书长 所以这地位很高啊 中右大帝的秘书长啊 哎 他也也就答应了 啊 所以从这一天开始呢 每一天晚上 啊 就小鬼抬轿子 送他上班 第二天早晨了 就把他送回来 他白天也要上班工作 晚上又不得休息 确实人很幸福啊 日夜都在都在处理公务啊 啊 这有一天 他心血来潮 用黄纸写个勤甲蛋 看看有没有效果 啊 他下午在门口啊 把这个勤甲蛋烧掉了 哎 果然 那一天晚上小鬼就没有来 他就 就准了他一天假 那么他就常常讲啊 这个晚上上班的情形 轨道里面生活状况啊 大概跟人间大致差不多 啊 只是轨道里头 昏天暗地 就是好像是浓云密布 从来看不到阳光 啊 日月星都看不到 啊 生活生活 跟人间相放腐 啊 那么有一天呢 他想到一段事情 这个地狱里刑罚了 炮落啊 啊 东亚大帝管了 管这些地狱啊 他说这个刑罚太残酷了 不人道 那 为了人道啊 应当把这种残酷的刑罚废除 东亚大帝也没说话 就派了两个小鬼 啊 就叫这个 张太元先生 你 你去看一看 啊 你先去看一看 这两个小鬼就带着去看 走了一段程的时候 这个 一段路啊 小鬼就告诉他 他这个 炮落 就在眼前 他看不到 所以他忽然 明白了 佛经上所讲的 一切为心造啊 啊 所谓地狱 所谓种种刑罚 都是你自己 不善念头变现出来的 跟东亚大帝无关啊 所以这才明白了 那天堂也是如此啊 再告诉你 极乐世界也不例外啊 是我们心已经变成阿弥陀佛了 愿变成阿弥陀佛了 是我们自信变的 中风禅师 三十系列里面 开示 讲得很清楚啊 唯心 净土 自信 迷陀啊 啊 迷陀就是我心 我心就是迷陀啊 净土就是此方 此方就是净土啊 全是自己 善不善念头 所变现的 这哪能怪人呢 啊 我们现前人间的状态 我们是 这个生活是好 还是不好 全是自己业力线的 跟谁都没有关系 明白这个道理 这佛法不能不学 不学 你真的是迷惑电头 你一无所知 啊 你生活在 你生活在那妄想当中 那就很苦了 明白之后呢 我把妄想全放下了 我就自在了 啊 是啊 我统统放下了 好不好 也不错 你到无想天然去了 出不了六道六回 这佛教给我们 我应该要断 不着断我的想 这一道厉害 善要修 不着修善的想 要学 佛菩萨 可不能着相 一着相 你就堕落了 你就变成真的了 假戏真也了 所以佛菩萨 所以佛菩萨住在这个世间 叫游戏神通嘛 那你假戏真也 那你已经堕到六道去了 你已经堕落了 不能堕落 就是 不着相 啊 金刚经上 所说的 断我修善 天天断我修善 无魔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数的像 这是菩萨了 如果能够做到 无魔见 无人见 无众生见 无数的见 你是法身菩萨 那境界就够了 菩萨不着相 法身的念 法身的念头都没有啊 如如不动啊 他做的那么逼真 表演的那么好 随这个世界 无论从哪一方面 你去观察 去体会 都不可思议 啊 佛法不可思议 释法也不可思议 释法跟佛法不二啊 啊 借了就叫佛法 迷了就叫释法 迷物不二 大臣经教 讲得很透确 讲得很细致 我们应当 细心去体会 要从 真诚 恭敬里面 你是求得 这一点 在现前 非常非常困难 啊 就是现在 缺乏的 真诚的 恭敬 啊 即使诸佛菩萨 来给我们 讲经教学 我们所得的都很有限 啊 什么原因 用光大师讲得好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 得十分利益 你有几分沉浸 你就得几分利益 你没有沉浸 你什么利益 都得不到 你所得到的 听得很多 很厉害 勤奋的来学习 你所得到的 全部是常识 啊 现在的这个 这个 好的名词 叫佛修 啊 你不是学佛 你跟佛菩萨 不一样 不像 啊 说 说佛要学得很像 才行啊 真像个佛菩萨了 啊 你学 你 你做的不像 嗯 其心动念 还没有 把自私自利放下 难了 真难了 啊 啊 啊 只要你能够 其而不许 你会有进步 啊 开头 进步很慢 啊 啊 啊 为什么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关口 很不容易突破 突破之后 进步就快了 啊 像激活上所说的 加速度 啊 啊 包括时报 专专业图 啊 啊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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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就见到了 见到长级光就见信了 啊 我们一般讲见信 明信见信 见信臣服 啊 那是真的 那不是假的 啊 下面 得接着看 阿瑟士王问吴尼金 云和为吴 这吴尼啊 啊 为什么 说吴呢 第一个 杀父 杀母 害阿罗汉 斗乱深重 其卧翼 于如来所 这是 阿瑟士王 问吴尼金 上 说说 父母 有身养育之恩 这身体怎么来来的 父母所生 父母所养你的 这个恩 跟天地相同啊 天高地厚 啊 人不能孝顺父母 杀害父母 这得了吗 啊 孝顺父母 第一德 第一山 杀害父母 这是第一罪 第一个 打你 啊 比多 阿比特 现在没人讲啊 很多为人子女 不知道啊 这个社会 不孝的人多啊 孝顺的人很少啊 往后呢 往后会更多 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我们想想 今天有几个人 在这个世界 不施恩德的 这个孝子先生 都是来报恩的嘛 那这是有孝敬嘛 还债的 他供养你 物质供养很好 对你们有孝敬心 那是还债的 啊 那个他不害你 啊 但是他 可能他瞧不起你 啊 但是他会养你 啊 那个抱怨的 也很麻烦了 抱怨的 真的在杀害你 啊 你跟他过去 你过去是杀他了 他今天要杀你 啊 会越来越多 啊 让我们想一想 现在 现在许许多多 父女堕胎 尤其说未婚的女孩子 去堕胎 堕胎什么 杀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会记恨的 他将来会杀你啊 你结婚再投胎 到你家出儿女 那他是 那他是你过去 你被被你杀掉的 现在又回来了 啊 他会用什么手段对你 啊 你很喜欢养 养他 养大之后 他就来 问你逃命了 你说这还得了吗 这怨怨相报啊 没办法 啊 怀孕这个小孩子 如果是报恩的 你把他杀掉了 恩将仇报 啊 这跟变成仇了 他如果是来报怨的 你把他杀掉了 怨上加怨 这得了 不得了啊 啊 他是讨债的 你再把他杀掉 不但欠的债 还欠的命 这个事情 讲不晚了 细心 冷静去观察 今天社会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你想想看 现在人 齐心动念 想的是什么 说的是什么 造的是什么 你全明白了 我们一生 继遇 无非是 业感而已 啊 我们过去造的业 现在所造的业 感到的果报啊 与任何一个人 都没关系 完全是自主自首啊 今天 你有父母 你能够进小道 不但你随身信得了 啊 而且 你的表现会影响别人 那就是你在教化众生 自行化他了 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 给社会大众 这里头有部分人 违背了 违背了信得的人 让他看到 让他听到 慢慢 感化他 帮助他 救 帮助他 回头 无量 无边的功德了 大臣经上 我们常常读到 师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这句话是真的 一点不加 在中国 我们的老祖宗 告诉我们 人心本善 从三字经上一开头 人之处 心本善 跟佛讲的 是一个道理 人 是教得好的 身形教出来的 佛菩萨教出来的 在中国古代学会 我们在典籍里面看到 家教 父母教啊 尤其是母亲啊 长辈教 邻里相当 都教 都会给底下一代人 做好往样 社会教 国家教 所以 圣贤君子 多 才有 大同之志 李运大同篇里面 所说的 不是理想啊 在中国实现过 什么时候实现的 经书里面 经书里面 记载的 有身语 三代呀 鱼 传为一个 他的儿子 儿子是真真实行人 得到人民的 拥护 人民的 爱戴 行事 行事 所取 可是 亡旗之后 中国就变成家 天下了 这不是 这不是 语的 意思 所以 亡旗之后 在中国叫 小康之志 三代 下上周 都是传歌儿子了 可是 他们对于 集成人 那种教育 我们现在可以说是 达到 真正的 圆满 培养 国家的 集成人 自己来培养 以前 以前是 放心 到外面去找 找先人 找圣仙人 圣仙人 不一定能找得到 往起之后 开始培养 圣仙人 圣仙的 接班人 不是没有道理 你要是完全讲 那是私心的话 这个有点是 侮辱别人 你不了解 仙人越来越少了 培养 周家的 底级 这个点级 非常完备 现在 四库里面 都收着有 我们看看 周朝 他怎样培养 下一代 接班人 成为神仙 武王死的时候 儿子 只有十岁 有人说十三岁 也有人说十岁 三个老师 少公 做太保 周公 做太父 江太公 做太子 这什么 这三个老师 来教导 下面这个班子 主要是 叫太子 当然太子 还有陪读 那些这个文武大臣里面 优秀的子弟 找来陪读 就是下腿一个朝廷 底下一个朝廷 接班人 太保管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说法 是管体育 教你说 养生之道 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 起居 太保管这个 太父呢 管德行 品德的修养 教你这些 仁义道德 五能五常 四为八德 他管的 太父啊 太师 教你学书 精识 治国平天下的 这些道理 方法 古人的这些精英 太师管了 三个老师 三个老师之外 还有三个教练 老师教你 你是不是真干呢 另外有三个老师的时候 跟你生活在一起 要把老师教的通通做到 我叫他三个教练 这三个教练名称 叫少保 少父 少师 这三个是跟这个太子生活在一起 主要就是说老师所教的东西的时候 你是不是真做到了 这样培养啊 我们古人所讲呢 人的习信 尽诸则 尽默则黑 让这个 小孩 未成年 将来的这个帝王 他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所接触到的 全是正人君子 所有一切不善 都不让他看见 用这种方法 来培养 神仙君子 你看看 古人的用心 我们不能不佩服啊 国家最有德心的人 最有学问的人 请他来做老师 稍微年轻一点 也是有德心 有学问的 做少师啊 跟他生活在一起啊 帮助他了 要把老师所教的 要讲清楚 讲明白 有疑问的时候 他们都来解释 一定要做到 落实在日常生活 圣贤是培养出来的 那么国家 国籍的干部 是从家学里面 挑选出来的 那用什么方法 考试制度 这个考试制度 在中国有非常非常之 九月 那遥顺时候 就采取这个方法 听其言 观其心 那不是随便 宣罚的 那很细心 很负责任 来宣罚 到汉吴迪 这才正式制定的制度 宣罚的标准 两个字 孝廉 孝亲跟尊师是合在一起的 对父母能孝顺 对尊长 能够尊重 第二个条件就是 连接 不贪污 你看用这个 孝 一定对国家尊重 对人民负责 连接 不贪污 这个制度 一直到满清 你看 改朝换代多少次 汉吴迪这个制度 没有人改变的 多遵守 可见这是个好制度 非常可惜 到了民国 这个制度就废止了 就没有了 不再用这个 现在社会乱了 那么今天 整个世界都乱了 也有人问我 怎么办 怎么救啊 如果消极的来说呢 那就是我们李老师的话 李宾南老师 他老人家是97岁往生的 往生的前一天下午 跟身边的几个同学们说 世界乱了 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 你们只有一条身路 念佛求生净土 这是李老师最后的一言 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 我说李老师说的一句话 是消极的 正确 一点都不假 真实的知道 积极的短卧休闲 老师念佛 都自己也都别人 一定要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榜样 这个很重要啊 最好的榜样是什么呢 就是把五能五常四维八德做出来 从哪里下手呢 从弟子归赶音片十三叶 就能够把中国古圣仙仙的教会 能长四维八德就做出来了 要真干了 真正发这种心去做的人 这人是菩萨 在儒家讲 这个人是神仙 从前读书 劣智就是习圣习贤 我希望做圣人 我希望做圣人 读书志在圣贤 以后慢慢有变质 变质 读书志在功名 这个在绿代不少 圣贤有不多 世世代代在中国都有圣贤 但是大多数人呢 已经把这个读书为求求公民 求求富贵的一种手段了 但是他们书念的不错 虽然用这个求富贵 他做的一些事情 还真的是利过利民 还算不错 如果要到辽 这些做官的人 只是搞自私自利 不顾人民的死和 这个朝廷 就会亡苦 改朝换代都是这个原因 末代的帝王 末代的这些官吏 只知道自私自利 不知道民间疾苦 他就会被别人去而代之了 那么那是开国的帝王 他总希望 这个国家 能够永远地 集成下去 所以没有一个不重视教育 那末代皇帝 我们也想到 一定是抱怨来的 那一定是逃债来的 那肯定的 这从因果上讲 你才能看得清楚 虽然做人 心不能不正 疑心不能不正 大胜 真正的大胜 我们看 中国外国 他们一生 几乎都是从事于 真正的神仙事业 教学 孔孟教学 释迦牟尼佛教学 摩西耶稣教学 而且是义务的教学 所以教学 古今中外 都认为 都认为这是神圣的事业 这不是普通的行业 神圣的事业 教学 教学的人一生 物质生活一定非常清淡 因为他不从事于盈利事业 古义务 古书教学 没有收修费的 老师生活怎么办呢 学生 家长 供养 没有限制的 富贵人家的子弟 逢年过节 多送一点礼物 给老师 家庭清寒 很清苦的 小孩都是做得很好 很用功的 甚至老师还要帮助 学生家庭生活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 老师虽然很清寒 这穷秀才 但是 在社会上 是非常受人尊敬 换句话说 他有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很贫乏 精神生活 那是很丰盛的 社会大众的赞叹 尊重 在第二个行业 就是医生 这两个行业 在古时候 是社会大众尊重 医生治病 救人 也是不要钱的 那医药费花了多少 病治好了再说 治病期间 决定不收医药费 救人低了 所以这年中人 在中国社会 是备受尊重的 就是一个是教书的 一个是医生 现在都不行了 变质了 现在教书的 听说 老师上课的时候 教的课程 教一半 另外一半 要上他的补习班 要教费 这个教育变成商人 老师变成商人 医生 也要谈价钱 不给钱 不治病 也都商人了 从前有四农工商 现在全部都变成商人 社会也变了 整个地球 是个商业化的地球 无论什么人 都在经商 无论哪一行 都是商业 商人之彼增 这是利益 孟子就说得很好 你看孟子 见梁慧王 给梁慧王提到 他说了一句名言 上下教真利 其国为一 你这个国家 从上到下 统统都真利 这还得了吗 这个国家 就到维予王的时候了 怎么就呢 回过头来 行人 行义 那就是 要把教育 摆在地上 这个教育 是人体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英国的教育 那么这用中国人 所讲的宗教的教育 中国自古以来 宗教就是三家了 如是道三家了 宗教这两个字 怎么讲法 要搞清楚 宗的意思很多 最重要的 三个意思 主要的 重要的 尊重的 于 这个教 教识 教学 教化 宗教连起来 那就是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学 尊重的教化 是中国古圣先贤 所说的宗教 宗教是教育 不是迷信 如是道 在中国传统上 也成为三家 也成为三教 所以三教就留 它是教育 它是修派 可是现在呢 现在也变质了 这都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那么就要 帮助 今天这个社会 英国 唐恩比博士 他所说的是积极的 我们李老师讲的 是积极的 唐恩比博士说 解决二十一世纪 社会问题 这大动乱了 需要孔孟学书 跟大乘佛法 都是中国的 孔孟学书是什么呢 大乘佛法是什么呢 他没说 所以别人听他这个话 也就不在意了 一般人提到孔孟学书 你就会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 提到大乘佛法 你会想到华颜 薄弱发华 这些大经大乱 这个东西 有不少人看 能就得了 现在的社会吗 你看这些东西 就得太多 太砸 从哪里下手啊 所以我们从如是道的三个 跟一下手 跟是火的 一提起大家所想的 那都是如是道的花果 很好看 他从哪来的 他有根 他从根生的 如的根 弟子鬼 道的根 感应品 佛的根 十三叶道 没人想过 提起来 那是教小孩的 那东西管用吗 我们提倡 也有人怀疑 怀疑的很多 大家对中国传统化 丧失信心 这才是真正危急 那要让这些人相信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做出来给他看 做实验 给他看 所以我们在 汤匙小镇 做了三年实验 是联合国 逼出来的 那也很好 为什么呢 不这么做的话 我们自己讲的时候 还是有点怀疑 行吗 信心里都 还是不免得怀疑 这一试验呢 这信心就肯定了 一点疑惑 都没有了 真心 可是 还是要把 汝跟佛 增刚 照出来呀 问题就是 我们 汝是存的什么心 佛是存的什么心 这个重要 那 孔蒙修说 是什么 儒家典籍里面说 孔月成人 孔月去义 人意两个字 代表儒家 人这爱人 就是情爱 义这寻礼 就是讲道理 人可不能不讲道理 那 或情 或礼 或罚 就叫义 秦礼 罚的标准 都要用 我们传统的 信德 也就是说 我们讲标准的话 把它汇 汇集起来 十二个字 孝体忠心 离义廉耻 仍爱和平 这十二个字 是标准 人意的 意的标准 那意讲道理 跟这个相应的 就对 跟这个不相应的 那就是此地讲的 伪逆 你违背了道义 论语上 父子说的 学生说的 父子之道 无他了 忠述而已 我们就提了忠述 忠是真心 你看那个 那个字的形象 那是智慧 智慧的字 心 心是忠 摆在忠 不拼 不洗 这叫忠啊 忠心是真心 我们凡夫心 偏了 邪了 偏了 是四圣发解 邪了 是六道轮回 邪比偏还严重啊 不偏不邪 舍暴 转延 四十业尾 发生大事 那是忠啊 术是什么 联名一切众生 特别是今天的社会 我们 前一百年 我是看 曾国藩先生的 这些著作 从他那个年代算起 他那个时代 是慈禧太后之阵 问题已经重生了 已经出现了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 所说的君不君 臣不臣 富不富 子不子 他就深深有这种感触 我们伦理道德的时候 有名无事了 这前一百年 收获了 后一百年 满清亡了之后 到今天 那不是收获了 不要了 把他抛弃掉了 那 两百年了 造成今天社会的结果 这国报呈现出来啊 今天这问题多严重 所以 唯一你的 这个罪恶 太普遍了 那怎么办呢 要饶恕他 别追究了 为什么 没人教他嘛 我们这部金山讲的好 佛说的好 信任无知 不识道德 无有余的 书无怪也 这就是书啊 不要再追究了 怎么样救他呢 从今天起 我们来把伦理道德 因果 跟宗教教育 恢复起来 大家一起来学 祭王 不管犯什么罪过 又盖不救了 用忠书 你才能救得了这个社会 大家一起来学了 你到 除这个办法之外 没有第二个办法 大臣存的是什么心 真诚慈悲 真诚就是忠的意思 慈悲就是书的意思 这是我解读 汤恩比波斯的话 中国 孔孟学手 跟大臣活法 能救全世界 这真的不是假的 但是要真正推动 这种教育 必须要建立一个示范点 能够有一个县 这个县做一个特区 传统文化特区 做这么一个实验点 在这个里头做 就像周嘉一一样 培养帝王 这里头有太师太富太保 有少师少妇少保 搞一个县来做实验 有老师有教练 帮助这个做出一个典型 把它通通落实做出来 让大家来看看 好不好 好 我们都这样学法 好不好 再推广 那么用现在的这个高科技 这些卫星 电视来宣扬 不便宣扬 让全世界都能看到 全世界的人都会到 这个地方的参观 来学习 来考察 来学习 慢慢的说 就会影响到整个世界 如果没有这些 这个电视网络 这些工具的话 那就是没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现在幸亏有这种发明 要搞一个示范的一个点 一个小县 县市的话的时候 把这个小县市 24小时 人民的生活 地面的教训 他们的活动 播出去 让全世界都看到 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 那么现在我们也得到一部好书 唐太宗辩 争观之志 怎么样成就的 就靠这一本书 叫群书之遥 我们现在第一半 想印一碗头 印一碗头 来帮助 我们自己国家 也帮助全世界 我们一起来学习 这里就很详细的 中国列代 孤身先贤 他们怎样之家 怎样修身 怎样之家 怎样之苦 怎样叫天下得到公平 这个平天下 是叫天下都得到公平 我们现在讲的 平等对待 伙母相处 就是中国人 古人 平天下 这个理念 平等对待 伙母相处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 讲到此地